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举行重建会第十二次委员会议 因为921地震重建的工作 使政府积极推动重要施政 我们经过这两年来 政府与民间同心协力全力以赴 重建性的新国法已之间展现 例如学校重建的工程也逐一完成 但是新的学校景观展现之 这一次重建的一个很不同的特色 我们现在往后我们的重点 将在住宅跟社区的重建方案 重建的愿景 我们希望大家重新新的 摆持干头更进一步 最后重置 我们希望重建的愿景 能够展现 能够实现 我把 就它的总预算数是2123亿 而这2123亿到基总数 并不是到10月份 我们都要执行完毕 77亿 我们应当到10月份 我们应当到10月17亿 我们实际上执行 变得执行效率 以重建经贵的执行数83 这个试剧的网络是要百分之 当然在重建区 我们也了解 比这执行还要更复杂 特殊的困难必须要 我们希望能够 那这是一点 我们特别能够更加把劲 我们希望在重建区 在加速BTO以后 产生较大的冲击的可能性 不能排除 所以我们希望 针对这个部分 相关的单位 也要尽全力 我们要相互勉励 跟参与民间的苦痛 我们以民间的感受 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 我们希望其团力以赴 我们希望能够针对这个部分 也要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四次委员会议开始 请各位记者还有吗 请 呃 呃 昨天会有7号第1页 那第一项我补充说明的是 我们在河南达控管的项目 总共166项 那我们会所已经报告 所以我们会解除追踪 在这一个月当中 有25万以内的败重 那 想要再请请 请各位长官参与附建议 呃 行政证呢 先报此可追踪当中 这是第二点要补充说明 那第三项我补充说明的是 呃 目前呢 还没有办理提案的 总共参与附建三 那请各位长官